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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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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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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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遵从你 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 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 其大无法测度 这代要对那代送在你的作为 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 和你奇妙的作为 人要传说你可谓知识的能力 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 他们纪念你的大恩 就要传出来 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万民 他的慈悲 复辟他一切所造的 耶和华 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 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 传说你国的荣耀 谈论你的大能 好教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 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执掌的权柄 传道万代 阿门 请 冠军之耶和华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你的乐理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 向远生的神赋予 万君之耶和华 我的王 我的神啊 在你祭坛那里 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 院子为自己找着报处之窝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 便为有福 他们仍要赞美你 父神啊 你的儿女们 乐切期盼 你的同在 求你此时 圣灵充满在这里 你的荣耀 彰显在这里 你的大能 显明在这里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大声翻唱 在这里 献上对神的敬拜 神的自民 何以聚集 这些心态 遇见你 天要敞开 神的道闯天 因为我们靠路寻求你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地将会在这里 荣耀上线奇妙神经将见你 天上国土将命在这里 圣地自民 合一聚集 热切期盼 遇见你 天要敞开 圣地道场天 因为我们靠路寻求你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地将会在这里 荣耀上线奇妙神经将会见你 天上国土将命在这里 命令在这里 成就有自由 圣地自有余情无知己 明显到爱星星 写定无端神经 祈祷为那圣座奇妙神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地将会在这里 荣耀上线奇妙神经将会在这里 荣耀上线奇妙神经将会见你 天上国土将会在这里 我们要赞美你神的羔羊 你全然的顺服 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上帝永恒的荣耀因着你渗透到各方 迷途失散的人因着你得以被寻回被拯救 让我们一同放声歌唱 神高扬佩德 感谢你的十字架 感谢你付上代价 接下来 我感谢你的祈祝 抱歉洗淨我誤會 使我了解 你完全包容失眠 身後有你的愛 坐在包子上 頭戴著總會冠冕 你坐望到永遠 來尊重讚美 耶穌生兒子 從天降下被你施下 身高揚陪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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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的十字架 感謝你付上百佳 我感到最難過 難得我最何修悔 使我完全 撕下奇妙恩典 感謝你無必答案 感謝你提合雙手 那些细极我无悔 使我了解 你完全不容神殿 身高仰卑灯 坐在帮座上 头戴着尊贵幻变 你坐望到永远 来自重赞美 耶稣生儿子 从天尝下泪滴世家 身高仰卑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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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层回幻灭 你错忘到永远 你又从中要飞 夜色深的子异 封面佳下美的释迦 深羹羊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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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的走 感谢你的救赎 感谢你的带领 感谢你赐予的信心和勇气 无论何时何地 无论是狂风暴雨 亦或是风和日丽 有你就有暑天的平安和喜乐 靠着你恩守的大能 领我们进入牛奶与蜜之地 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欢唱 耶稣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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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初见天 请守领我 我也为主宗学心动 也能住安静少于我 有时早于恨苦流伤 有时能得心也能安靠 无论危险无论危伤 全靠耶稣尽少于我 耶稣日后耶稣尽少于我 耶稣天天尽少于我 我愿回忠诚实信念 也能住安静少于我 不愿进我们主圣上 盼世如已随住心中 与我已不良喊解脱 必要耶稣尽少于我 耶稣离我 耶稣离我 耶稣天天尽少于我 我愿回忠诚实信念 一方主恩尽少于我 好世心患离世如真 好作主恩万全得胜 此方能得胜不胜不胜 必要耶稣尽少于我 耶稣离我 耶稣尽少于我 耶稣天天尽少于我 我愿回忠诚实信念 一方主恩尽少于我 下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阿爸天父 祢是全能的真神 万福的源头 祢是生命的主 祢是同管列国 自利列班的神 祢满有能力 满有恩赐 天父我们谢谢祢 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是我们生命中 引领我们每一个阶段的神 主我们谢谢祢 在祢的爱里 我们能认识祢 并认识祢所赐予我们的救主耶稣 谢谢祢赐予我们 有远生的生命 更赐予我们有远恒的盼望 神我们真的在众弟兄姐妹 在主日 我们同心合一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愿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祢 也愿神祢 越纳众弟兄姐妹的敬拜 求神祢的圣灵充满我们 指引我们 主我们真的也呼求祢 我们将今天的敬拜 以下的敬拜时间 完全交托仰望在主的恩手当中 求主祢亲自带你 也求祢的能力 彰显在其中 主要求祢赐下赎天的智慧 口才悟性 给我们 今天为我们 做出口气名 主要求祢将祂的口分别为圣 主愿祢带领祂 让祂父中说出来的 是带有属神的话语 带有祢的能力 属神的话语 能苏醒人的心 能建造弟兄姐妹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将整堂敬拜 接下来我们恭敬 仰望祢 主我们谢谢祢 感谢赞美分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下面接下来是十一奋献的时间 奋献是基督徒对神爱的回应 请大家将你们的奋献 转账到你们各自所处的教会 付与你们对赞联系 谢谢 我们 接下来为我们的 一起为奋献祷告 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祢 赐予我们分身的供应 也感谢祢 让我们真的在祢奋献 这样荣耀的四国中我们有分 我们有能力参与 神爱愿祢 真的越纳众弟兄姐妹 在祢面前的奋献 也求祢赐下祢 分身的供应 在众弟兄姐妹生命当中 主也愿祢 真的将众弟兄姐妹的奋献 使用在祢的国度中 成为更多的人 祝福与伴助 我们感谢祢 天地的主 是祢的爱 激递我们 也是祢的爱 使我们回应 祢的爱 我们愿意 奋献 愿意参与 主愿祢也祝福 每一个当里面 寻求里面的人 因为祢是乐意 是恩 帮助我们的神 主我们谢谢祢 感谢赞美 分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妹 感谢主 我们今天有傅上校 从墨尔本 加入我们的网上敬拜 为我们带来 从神的话语 而来的信息 我们欢迎傅上校 谢谢傅上校 为我们分享 谢谢Frank 让我有机会 从两个不同的部队 一起来崇拜 以后可能有这个机会 再有这个机会 不用去飞到水里去了 感谢上帝 今天早上我想 与各位弟兄姐妹 是考一个跟从耶稣 耶稣 呼召的问题 首先我问大家 如果你要去用一个图画来形容你的医生 你会如何去形容呢 我记得很久以前 大概1975年的时候 香港有一部电影 这是粤语电影 可能在国内看不到的 叫做天才与白痴 其中的主题曲呢 就是说天才白痴梦 里面的歌词这样讲 人生如梦 何必寻梦呢 梦里甘苦借空 千军珍惜此迹 自当欣慰无穷 所以这首歌 他说人生如梦 另外一位香港的歌星 是老前辈 他有一首歌叫做朋友 里面也提及到人生如梦 其实这个人生如梦这个讲法呢 在我们中国的典故里面也有 叫南科一梦 大家还记得 唐朝有一位叫做 叫做什么纯玉坟的人 性情放荡 不惧小节 适举如命 有一天他过生日的时候 邀请新朋友好友在家 他家里面去庆祝 在大块树下吃饭喝酒 酒喝多了 就睡在处下 梦见自己的医生 娶了大魁安国的公主 做了南科 南科郡太守 生了五个儿子 两个女儿 生活美满幸福 奇料 天有不再之风云 大魁安国遇上了战争 公主也应兵去世 纯玉坟心灰意冷 终于请国王准她回家探亲 当他从梦中醒来的时候 孤香风景 溢旧 他只不过是睡了几个小时而已 南科一梦 比如人生 梦幻一般 警惕 人 人们 生命短处 不要贪图富贵 一切如浮云 到头来 还是一场空 我自己比较喜欢用一个旅程去形容人的一生 我觉得旅程 或者旅途 旅途有一个开始 有一个终点 更重要的是 它有一个目的地 有一个终战 我们其实基督徒也用属灵生命的道路来说 我们的心路历程也是一个旅途 在旧约跟新约里面 也有将信心形容为上路的一个护照 达上旅途的护照 医生跟从的护照 做一个例子 在旧约里面 亚伯拉罕 上帝护照他 在上世纪十二章里面 上帝护照他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个护照这个邀请是非以所 是不可思议的 你想想看一个有家世的人 有产业 有工作 不会随便的说走就走 而且是连根拔起 与自己的家乡脱节 就离开本地 本族 本家 富家嘛 中国人肯定有公民 我们的家乡观念 和犹太人的家乡观念 是很相似的 我身为 大家的可能 现在每个人都是身为 海外的 华侨 我小时候上 中文的学校 的履历上面 都要填写主纪 我父亲 但是我父亲 医生都从来没回 没到过老家 我自己也不知道老家 我记得 差不多 二十年前 我去过 福建 我是闽南的 福建 金江 那个 这是我的主级 但是后来 我去 问那里的人 我说 我要找我的 家乡 他说 你叫什么村 我竟然 说不出 说不出 因为我不知道 我自己的村 在哪 我知道我在 金江 这个地方 没有人 会立刻答应 去一个 没有目的的 上一个没有目的的 旅途 上帝只是告诉 亚伯拉罕说 你要往我 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相信 亚伯拉罕 一定会问上帝 那你要我到 哪里呢 上帝没有回答他 只是要他 启程而已 但是亚伯拉罕 同意了 把 异族人 叫上帝的话 指示上路 但是上帝 没有 当他这样 这样告诉他 上帝有 应许的 我必要 我必要 叫你成为 大国 我必施福给你 叫你的名 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 得福 各位弟兄姐妹 我四十多年前 我 我 投奔怒海 从越南逃出来 我相信 那个时候 我的经历 跟亚伯拉罕 也是一样的 上帝 我知道上帝 允许我离开 但是到 但是要到什么地方去 我自己并不晓得 我就拼了命 逃出来 就是这样子 感谢上帝 另外一个 例子在旧约里面 就是 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进入旷野 圣经学者 研究以色列人的 旷野路线 发现他们 好像是在 迷了路 在旷野里面 斗圈 其实 并非迷路 上帝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上帝要 是要他们 在旷野四十年 来教导 来磨练他们 以色列 以为上帝 单单拯救他们 达到另外一个 流奶秘密之地 换了一个更美好的 居住地方而已 其实不 当然是这样 不错 但上帝的确要拯救他们 这给他们一个应许之地 但是他们 但上帝并不单单 要拯救一个民族 他要拯救整个世界 在旷野的四十年时间里面 他们经历了考验 锻炼 学习依靠上帝的话 而活 顺服上帝的带领 享受神的同在 换句话来说 旷野之路 是一个更新的旅程 新的圣经 耶稣呼召 门徒来跟从他 邀请他们 达上一个新的旅程 这个护召 我们每一个人都听了 都听到 都接受了 今天我们家家里 敬拜我们上帝 但是这个护召 是每一天的护召 换句话来说 是每一天 神也护召我们 跟从他 每一天神护召我们 在侍奉他 因为原文的圣经 这个护召 这个动词 是现在是 耶稣 今天呼召你 跟我一起 与他同行 这个旅程 也有 开始 和终点 但如 亚伯拉罕 的旅途一样 我们视线 不知道 这条路 到底 该如何走 耶稣就吩咐 我们跟从他 他并没有给我们 一张地图 把路线都画清楚 也没有说 目的地 只叫我们 单单地跟从他 因此我们的生命路程 尤其是属灵的路程 跟从的不是路线 而是一位神 我们的耶稣 也不是任何人 是耶稣 唯独 耶稣 唯独基督 那问题就来了 我们要问 到底我们如何 该如何跟从 这是福音信仰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我们信奉一位主 一位活生生的主 而非一套神学理论 因此 跟从的方式 就不是要遵守 某些的礼仪 比如说参加崇拜 侍奉了 奉献了 服务了 等等而已 计算那些都是重要的操练 甚至连祷告 每天五次 好像那个穆斯林 那个信仰 每天五次祷告 但是那个祷告 那种方式 都可能成为一个偶像 祷告是好的 上下崇拜 侍奉 奉献 服务等等 都是好的 但是那整个是一个形式而已 当我们忽略了 我们没有在跟从一位主的时候 那一些的活动 那一些的动作 都不是一个好的动作 因为那可能是一个形式而已 跟从主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 深深的认识主 体贴他的心肠 学他的样式 尊他为大 跟从他的人呢 必须有一颗信靠主的心 放弃自我的态度 舍弃的决心 专心的展望 年轻的财主 他说他从小就守十戒 从小就读圣经 但是后来耶稣说 你要放弃一切 来跟从他的时候 他就悠悠愁愁的离开了 他不懂得如何跟从 他有一些放弃不了的事 而阻拦他跟从耶稣的意愿 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会被很多事情 很多的事物来吸引 来呼召我们 你看看每一天电视的广告 我们在Facebook的广告 都来引诱我们 时尚潮流都逐渐在改变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立场 有时候潮流的改变 可以接受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像清朝时代 有鞭子 我们把它剪掉 我们不再穿古装的衣服等等 那些我们可以接受 比如说男尊女辈的看法也改善了 但是在一切的改变里面 我们不在意之下 也被潮流所影响 比如说现在我们对婚姻的看法 不再重生婚姻了 我们不需要结婚了 我们需要同居就可以了等等 这些的冲击 把我们拉离开跟从主的步伐 以赞亚书第53章第6节这样说 我们都如羊迷路走迷 个人边行几路 我每一次出差的时候 我一定把我那个卫星导航器 GPS带去 因为我要保证 有一个正确的路线 要不然的话我去雪梨的时候 我一定是迷路 因为雪梨的路我不懂 猫本还可以 到雪梨的时候我就不懂 所以我要知道 我哪什么时候拐左什么时候拐右什么时候直走 有青色的指示告诉我 那么我就很放心的开车 跟随跟从另外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困难就是我们要付代价 要付代价 这条路不是完全顺畅的 道路有时候是积蓄不平 坎坷危险 这是人生的写照 没有人可以避免的 突然而来的疾病 突然而来的失业 失恋 生意不好 好像现在有个COVID一样 加变 战争 天灾等等 叫人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 走到了一步 可能忽天不应 较地不灵 有时候前无趋路 后有罪病的情况 我们何时候甚至想放弃跟从主 那种滋味只有当事人才明了才知道 那是上帝在我们跟从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应许 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他就说你们放心 是我 我已经胜了世界 使徒彼得因为害怕三次不认主 而且只能远远地跟随主 圣经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都有讲 他远远地跟随主 保持距离 以车安全 一看见情况不妙 就立刻落跑 今天中国教会的情况 也受到不寻常的打压 信徒受逼迫 跟从主所付的代价 不少 也受说 凡不被做十字架 跟从我的人 不配做我的门徒 有时候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了解 这节圣经里面的含义 什么叫做被十字架 在耶稣当时代的人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吓了一跳 可能就掉头而跑 被十字架 在耶稣当时 就是说 你要受死 没有别的解释 就是要死 换句话来说 我们被耶稣 实际上跟从主的时候 是说 我们要抱着一个 被丁实际上的态度 耶稣说 不是要我们去死 千万不要误会 也保罗说 我们要做活祭 不是要做死祭 所以不是要我们去 但是 但是 我们是说 我们要把整条命 摆上 去跟从耶稣 不是说 单单十分之一奉献 去跟从耶稣 不是这样子 是我们整个人 是全人 奉献 去跟从耶稣 耶稣要我们跟从他 耶稣不要我们跟踪他 跟从主 要有耐心 不要走在主的前面 日本有一位神学家 叫做Kosuke Koyama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他有本书 你上网就看得到 它叫 他说我们的神 每小时只走三英里 每小时只走三英里 非常慢的速度 我每天去散步的时候 我一小时 最低限度是六公里 小时我只多过三英里 意思是说神的速度是慢的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这是爱的速度 爱的速度 这速度与我们生活里的速度不同 现在人讲究的是快速 即时 方便面就是即时刻式的 季庸的咖啡就是即时刻刻的 但是神不是这样子 神可以很快的 完成他要是做的 比如说神在创造的时候 神说我要有光就有光 但是为了我们 神放慢了脚步 你知道有非洲有一些土人 他跑了一段路之后 他们停下来 人家问我为什么能停下来 不继续走呢 他说不行 我们要让我们的灵魂赶上来 中文有一成语 也是这样讲 欲速不大 父母放慢脚步 等孩子跟上来 我现在做祖父了 我把我的孙出去外面的时候 我不会走很快 我要慢慢的走 先做孩子 先做孙子的手 慢慢的走 我们 方说话来说 父母连长的时候 做孩子的也应该放慢脚步 等他们一起走 翻慢脚步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欣赏沿路的风景 我刚才说了 我每天都会去散步 我在我们的邻居 我们住的街区散步 现在春天 我发现我们邻居的花园 十分漂亮 多丝多彩的 颜色的花 我真的非常欣赏 我驾车就看不到 但是我走路 我就看得到 有时候我停下来 用我的电话来拍照 非常好 完全我来说 当我们放慢脚步 跟从耶稣的时候 我们在圣经里面 从来没见过耶稣去跑 耶稣是慢慢的走 这是跟 换句话说 我们就可有时间 跟从主的学习 因此耶稣在每一个地方 圣经告诉我们说 都看见有需要的人 如羊 没有牧羊人一般 是吗 是因为他不急 充满着人 看不见周围的事物 耶稣是步行 不是骑着骆驼 所以他看见有病人 有虾子 有瘸腿的 对吗 他感觉到有人磨他的衣裳 他看见穷寡妇 奉献的两个小钱 耶稣的速度 是爱的速度 大家记得有一次 刚才我提到那个 换血肉的女人 他摸耶稣的衣水 耶稣衣好了她 但是之前呢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说 亚鲁的 这个做官的 来求耶稣 到他家 医好他的女儿 他女儿是 患了重病 快要死了 但是耶稣 竟然可以在 上路的时候 停下来 跟这个换血肉的女人 来说话 你看亚鲁的心情怎么样 耶稣不急 因为这是爱的速度 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每一个旅程 都应该有个目的地 应该有个目的 旅程那是目的地 但是我们 在我们的 属灵的路程里面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跟踪主的 我们到底要问 到底我们去哪 很容易的答案就是说 我们要回天家 好像四篇 二十三篇 我且要住在耶稣 我要变众 直到永远 普通的宗派 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天主教认为 跟从主 就是为了要主连结 union with God 要与主连结 圣公会 圣公会就这样说 他认识神 要与他 enjoy enjoy him forever 东正教说 我们要相处的样式 这些都是个非常好的目的 从没有错的 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应该 好像以色列人 四十年在旷野一样 为的就是要新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一个字 叫做transformation 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是一个由内到外的改变 我们跟从主的时候 我们看见主的做法 我们思想他的教训 我们让圣灵来改变我们 我们这一个属灵的旅程 就是要达到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回顾我自己过去在澳洲四十多年 我深深的体会到 主给我很多很多学习的机会 让我更新 看清楚 神在自己身上的旨意 这是每一天的事情 不是说我十年前 二十年前看到了 现在就没有了 不是 我要更新我的自己的眼光 这个视觉 要更新我自己的想法 刚才我说过 使徒保罗 要我们把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这是跟从 一生跟从主的意思 就是要把自己献上 当作活祭 门徒三年的时间 跟从主耶稣基督 听他的教训 观察他的工作 他的施工 神迹歧视 衣兵赶轨 洗脚等等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五神节 他们的就彻底的改变了 忘记话来说 跟随主的路途 就是一个成圣自律 当然了 跟从主 刚才我说了 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是因为我们要付上代价 而是我们 其实有时候 我们自己 放弃 放弃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保持我们跟随主的那种的那份的力量呢 其实保罗 约伯书 约伯书里面最后的一章 约伯讲了一个见证 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新意更新的结果 约伯伯说 约伯说 我以前风文有你 现在 亲眼 看见 看见 就是改变 跟从主 来跟从我的改变 就是这样 今天早上 我与各位的兄弟来分享 主的呼召 今天仍然是在这里 让我们去领会 让我们去接受 来跟从他 不是十年前 那是好的 但是今天呢 今天你我会不会继续的跟从他 在我们在百般的遭遇里面 有好的有坏的 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跟从主呢 或者说我们只是选择在好的时候跟从他 在不好的时候 我们离开他 这是我们一个人的选择 但是保罗说 原来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 我但愿基督的爱 也激励各位弟兄姐妹 好吗 让我们去祷告 父神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也感谢你的爱 这个 你的那份爱是我们 世人不能完全的了解其会的 保罗说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你就为我们死 这就是爱 我们从来没有办法去了解 但是 在心里面 在信心里面 我们接受 你给我们的信心去接受 让我们慢慢的去学习 这就是跟从你 谢谢你的护照 这个照命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要 这份的照命 不是每一个人要去做军官 去做传道牧师 不是 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跟随你 过着一个和你心意的生活 活着一个有美好见证 荣耀归族的生活 好在我们在人面前 把荣耀归给你 主啊 今天你的护照仍然在我们的耳边 你仍然护照我们说来跟随你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警察自己的心是意念 我们也愿意的回应 主啊 我们愿意来跟从你 永远的跟从你 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 谢谢你 我们将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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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父上校为我们带来 从神的话语里面 给我们的信息 下面让我们 一起 听这一首诗歌 我愿跟从你的时候 也让我们每一个人 思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如何我们 更好地跟从主耶稣基督 谢谢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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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步一步学习你 直到你心满意 一句一句听着你 我生命被你更新 时时刻刻仰望你 我要与你更亲近 主啊 主啊 带我走 牵我手 带我走 牵我手 把我包入你怀里 一句一句听着你 我生命被你更新 时时刻刻仰望你 我要与你更亲近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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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走 牵我手 带我走 牵我手 把我 包入你更新 你怀里 带我走 牵我手 带我走 牵我手 带我走 牵我手 你更新 我会随你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 在信仰上站稳 要勇敢 要刚强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面 凭爱心而做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常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愿神祝福大家 保守大家平安 保守大家健康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